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神经科学探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大脑的迷你高尔夫,穿梭回忆的小球之旅 2.情绪的温度计,测量内心的热与冷 3.记忆的马拉松,长跑中的神经耐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脑的迷你高尔夫,穿梭回忆的小球之旅 各位亲爱的学生,同好,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堂课的网络游民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项非常特别的运动,大脑的迷你高尔夫 这不是在草坪上灰干的那种高尔夫,而是发生在我们脑海中的一场奇妙之旅 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是一个拥有18栋的迷你高尔夫球场 而每一个栋都代表一个不同的记忆 当你的思绪像一颗小白球一样被击打出去时,它会穿梭在这些记忆之间 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掉进遗忘的沙坑里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球手,也就是你的前额页 这位球手负责计划,决策和注意力控制 他得确保每一次击球都精准无比 以便小白球能够顺利地穿梭在记忆的迷宫中 当小白球被击出时,它首先会经过海马回高地 这是一片记忆的绿洲,负责短期记忆转换成长期记忆的过程 如果你的击球技巧不佳,小白球可能就会在这里迷路 导致你忘记了卫视魔走进厨房,或者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接着,小白球可能会遇到信任和风险,这里是大脑的情绪中心 如果你的小白球掉进这里,你可能会突然想起那些让你心跳加速的记忆 或者是那些让你想要躲进被窝大哭一场的悲伤时刻 当然,我们的小白球也会经过鹅叶公园,这里是自我控制和规划的地方 如果你的小白球在这里打得太猛,你可能会突然想起那份还没完成的工作报告 或者是那个即将到来的重要回忆 最后,如果你的小白球成功地穿越了所有的记忆障碍 它将抵达大脑皮层俱乐部,这里是高级思维和意识的所在 在这里,你的小白球可以安静地休息,享受一下刚刚完成的精彩旅程 但别忘了,大脑的迷你高尔夫是一项需要练习的运动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记忆小白球打得更准,更远 你就得不断地训练你的大脑,透过阅读,学习新技能 甚至是玩一些记忆游戏来保持你的大脑灵活性 现在,让我们拿起我们的想象杆,开始这场穿梭回忆的小球之旅吧 只要不让小白球掉进分心的水坑或是过渡工作的火山口 我们的记忆之旅就能愉快地进行 祝你们今天的游戏愉快,记得保持专注 别让你的小白球迷是在大脑的草丛中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绪的温度计,测量内心的热与冷 各位亲爱的听众,学生,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情绪的温度计 是的,你莫听错,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有一种温度计 它可以测量我们情绪的热度 不过,别急着去澳房寻找 这种温度既是无形的,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情绪的热 当你感到愤怒,激动或者热情满满时 你的内心温度既可能会飙升到100度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脸颊泛红,心跳加速 甚至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后来想想都觉得热头上的冷汗的决定 比如,那次你在激烈的辩论中突然站起来,用力拍桌子 结果发现自己拍到的是一杯刚到的热咖啡 那个热情的瞬间,我敢打赌,你的内心温度既绝对是爆表的 再来看看情绪的冷 当你感到沮丧,失望或者冷漠时 你的内心温度既可能会下降到冰点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无精打采 对周围的事物提不起兴趣,甚至在人际交往中变得冷淡 有时候,这种冷的情绪会让人想起那些在冬天忘记戴手套的日子 手指头冻得僵硬,想要打开门锁都成了一场挑战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情绪的温度疾病不是用来让我们受苦的 它其实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从而做出更合理的行为选择 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温度既是向了热或者冷 你就可以开始寻找调节温度的方法 比如深呼吸,冥想,散步或者和朋友聊天 最后,我想说的是,情绪的温度既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工具 每个人的测量标准都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热情如火,有些人则可能冷静如冰 重要的是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温度 并且学会如何在热与冷之间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 不妨想想你的内心温度计,看看它是否需要一点调节 毕竟,保持情绪的温度适中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也是我们通往幸福之路的重要一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的马拉松,长跑中的神经耐力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既深奥又有趣的话题 记忆的马拉松 首先,我们的承认,人脑是一个了不起的生物奇迹 它能够储存比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还要多的信息 但是,就像任何马拉松选手一样 我们的记忆也需要训练和耐力 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是一个充满了跑道的体育场 而每一条跑道都代表了一种记忆 有的跑道是直的,短跑速度快 这就像我们的短期记忆 而有的跑道则是长跑道,完完区区 这就是我们的长期记忆 短期记忆就像是那些只需要跑100米的选手 他们快速启动,但很快就会消失 而长期记忆则需要像马拉松选手那样的耐力 他们需要时间来建立 但一旦形成,就能持续很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神经耐力 你知道,记忆的形成设计到一个叫做突出可塑性的过程 这就像是跑道上的跑者需要不断地练习 以便在比赛中跑得更快,更远 当我们学习新事物时 我们的神经细胞,或者说是跑者 会在他们之间建立新的连接 这些连接越降,记忆就越牢固 这就是为什么重复学习同一件事情 会让我们记得更牢 这就像是跑者在跑道上反复练习 每一次练习都会让他们跑得更快,更稳 但是,就像任何马拉松选手都会告诉你的那样 训练过度会导致疲劳 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试图在短时间内色进太多的信息 也就是所谓的填压式教育 我们的记忆跑道就会过度拥挤 导致信息交通堵塞 结果,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记住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休息和恢复的重要性 就像跑者在长跑之后需要休息一样 我们的大脑也需要时间来巩固记忆 睡眠尤其重要 因为它是我们大脑处理和巩固一天所学信息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睡眠 就像是让跑者在没有休息的情况下跑第二场马拉松 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记住 要想在记忆的马拉松中跑得又快又远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速度 还需要策略耐力和适当的休息 现在,如果你记得这段讲话 那么恭喜你 你的记忆跑道正在良好运作 如果不记得 嗯,也许是时候考虑一下你的训练计划了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大脑的迷你高尔夫 情绪的温度计和记忆的马拉松 无论是在大脑中穿梭回忆的小球之旅 还是在调节情绪的热度 甚至是在训练记忆的耐力上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希望这些话题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笑声 同时也让你对自己的大脑和情绪多了一些认识 当然,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世界有着无穷的奥秘 等待我们去探索 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对大脑的迷你高尔夫 情绪的温度计和记忆的马拉松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观察?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希望我们的讨论 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欢乐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